皮拉尔特尔内拉死在藤窑椅上 那是一个欢宴的夜晚 他当时仍在自己的乐园入口看门 根据他的遗愿 人们没有将他入关 而是让他坐在藤窑椅上 有八条大旱用龙蛇蓝粗绳 下放到舞池中央挖出的大坑里 那些混血姑娘穿着黑衣 哭得脸色苍白 按他们即兴想出的告别仪式 纷纷摘下耳坠 胸针和戒指 扔到墓穴中 随后用一块全无姓名日期的墓碑封住 在上面用亚马逊山茶堆成小丘 而后他们将动物全部毒死 用砖头和泥灰封牢门窗 这才带着自己的木衣箱各奔他乡 箱内贴满了圣图像杂志彩画 以及那些遥远而神奇的露水情人的肖像 他们或者生产钻石 或者在吃人肉 或者在公海上被尊为纸牌之王 这便是结束 在皮拉尔特尔内拉的墓前 在妓女们的圣诗唱诵和念珠波动中 旧日世界最后的灵星残余也消失殆尽 而在此之前 加泰罗尼亚智者已耐不住 对四季长春的故乡的思念 将书店清仓回到了他出生的地中海村庄 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在香蕉公司全盛时期逃避 连绵不断的战乱来到马孔多 异想天开地创办了这间书店 经营古籍和各种文字的原版书 偶尔有等着去对面屋里解梦的人走进来 不无疑虑地翻上几页 仿佛那些书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他半生都在闷热的书店后堂度过 用紫色墨水在撕下来的学生练习本散页上 胡乱涂写细密的字迹 没人知道其中的确切内容 奥雷里亚诺与他结识的时候 他已经攒下两大箱文稿 让人想起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 到临走时他又装满了第三箱 由此可以见到他在马孔多期间 没做别的事 与他来往的只有那四个朋友 他在他们还在上小学时 就用书籍跟他们交换陀螺和风筝 又带他们读塞内加和奥维德 他谈起那些古典作家 就像是在说自家人 仿佛历代先贤都曾当过他的室友 他还知道一些本不该知道的隐秘 比如圣奥古斯丁在法袍内 穿了件紧身羊毛砍尖 十四年不曾离身 巫师阿尔纳多 幼年的时候被蝎子遮咬 便从此不举 他对文字的狂热中 既有崇高敬意 又有冷嘲热讽 对自己的手稿 同样采取这种双重态度 阿尔丰所为翻译这些手稿 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 常把一卷稿子揣在兜里 里面总是满满塞着各色简报 和奇特行业的手册 结果一天晚上 在卖身糊口的女孩家中 丢失了 老智者得稀后 居然没有大动肝火 反而大笑不已 说那正是文学的自然归宿 到他返乡时 情形却与此相反 他不顾一切劝说 执意要带上那三大乡文稿 甚至操着卡塔赫纳方言 对建议托运的列车员 恶言相向 最终他争得许可 带着箱子一起登上了旅客车厢 等到人类做一等车厢 而文学只能挤货运车厢的那一天 这个世界也就完蛋了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话 他最后准备行装的那个星期 可谓苦不堪言 随着行期渐进 他脾气越发恶劣 越发想不起该做的事情 明明把东西放在某处 却在另一处发现 仿佛被当初折磨菲尔南达的精灵所包围 见鬼 他恶狠狠地说道 去他的伦敦教务会议第27条 荷尔曼和奥利利亚诺负责帮他准备行程 他们像是对待一个孩子 把车票和护照放进他的兜里 用安全别针别好 为他开列出从马孔多出发 直到抵达巴塞罗那那一路应该做事项的详细清单 但他还是在无意中将一条装着一半家财的裤子 丢进了垃圾堆 出发前夜 他订上文稿箱 把所有衣物塞进来的时候带的行李箱 然后揉了揉贝壳式的眼皮 指着一堆陪他度过流亡岁月的书本 以粗笔无理的祝福口吻宣布 这些破烂就留给你们了 三个月后 他们收到一个大信封 里面装着29封信和50多张照片 都是他在海上的空闲中攒下的 尽管没有标明日期 但并不能看出写信的前后顺序 在最初的信件中 他以一贯的幽默谈起旅途中的种种风波 他是如何渴望 将那个不许他把三个箱子搬进舱室的 监运员扔进大海 一位女士如何愚蠢至极地 对数字十三怀有恐惧 但并非出于迷信 而是因为他感觉 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数字 他如何在吃第一顿晚饭时 尝出船上的饮用水 有莱里达泉水 仿佛夜间甜菜的味道 为此打赌取胜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对船上的现实生活 渐渐失去兴趣 而马孔多的一切 连晚近的琐碎事件 也成为他怀恋的对象 因为随着航船渐渐远行 记忆也染上越来越浓烈的悲凉色彩 怀念的佳身在照片里 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最初的照片里 他身穿运动衫 额前银发飘飞 被衬十月加勒比海的浪花飞溅 一副快活的模样 最后一批照片里 他站在甲板上 裹着暗色大衣 系着丝维巾 脸色苍白 神不守舍 脚下沉郁的航船 开始在秋天的大洋上 梦游般前行 荷尔曼和奥利利亚诺 给他回了信 最初几个月 他频繁来信 让人觉得 比他在马孔多时 与他更为接近 几乎不再为他的离去而痛苦 一开始 他在信中说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他出生的家里 仍有粉色的蜗牛 夹在面包里的飞鱼干 仍然是当年的味道 村里的瀑布 黄昏时 仍弥散出芬芳的气息 练习本的散叶上 重又布满紫色的字迹 其中还有分别 献给他们四人的段落 然而尽管他自己 表面上并未察觉 那些在心绪转好后 写下的热情洋溢的信件 却渐渐变成了 灰心丧气的沐寒 冬夜 汤锅在炉上废滚 他却在怀念书店后堂的闷热 烈日照在蒙尘的八蛋杏树上的翁响 午休的昏厥中 响起的火车汽笛 正如他在马孔多时 怀念冬天炉上的热汤 咖啡小贩的酵卖 以及春天里极飞的云雀 两种怀念如同双镜对立 他家在其间不知所措 无法再保持高妙的超脱 最后甚至劝说他们全都离开马孔多 忘掉他传授的一切世道人心知识 让赫拉斯见鬼去 还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 过去都是假的 回忆没有归路 春天总是一去不返 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 阿尔瓦罗第一个听从忠告离开了马孔多 他编卖一切 包括家中院里吓唬路人的老虎 买下了一张永久的车票 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他从路径的车站寄来明信片 兴高采烈地描述车窗外 瞬间闪过的世间万象 仿佛将一首飞逝的长诗 撕成碎片 向着一望之乡一路抛洒 路易斯安娜 棉田里奇怪的黑人 肯塔基蓝色草丛中 急驰的骏马 亚利桑那 地狱般暮色里的希腊情侣 密歇根湖畔画水彩画的红山少女 他举起画笔向他致意 不是为了告别 而是盼望再见 因为少女并不知道 眼前所见的火车没有归路 随后 阿尔封锁和荷尔曼在一个星期六离开 计划下星期一回来 却从此再无音讯 加泰罗尼亚智者走后一年 只有加弗利尔还留在马孔多 仍然一事无成 靠尼格罗曼达不稳定的洲际过火 他参加了一家法国杂志的有奖问答 头奖是一次巴黎之旅 订阅杂志的人其实是奥利利亚诺 他帮加弗利尔填写答案 有时在家里 更多的时候 在马孔多仅存的一家药房中 在瓷瓶和药草气息的环绕间 加弗利尔沉静的女友 梅尔塞德斯所住的地方 这是往昔的最后遗存 这往昔日渐衰落 却不会彻底消亡 因为它是在自身之中 无休无止地败落下去 每过一刻便想彻底灭亡 更进一步 却永远无法抵达最后的终结 整个市镇如此死气沉沉 与世隔绝 当加弗利尔赢了大奖 带着两套换洗衣服 一双鞋和一套拉布雷拳击 要去巴黎的时候 不得不向司机挥手致意 才让火车停下 向他接上 昔日的土耳其人大街 已沦为被遗忘的角落 最后一批阿拉伯人 沿袭千年传统 短坐在门口 等待死亡的到来 尽管最后一马鞋纹布 早已售出 幽暗的橱窗里 只剩下一个个无头的模特 至于香蕉公司的城镇 或许帕特里夏布朗 在阿拉巴马州 普拉特维尔南奈的长夜里 会就着醋拌黄瓜 对儿孙们说起 但此时 他已经沦为一片野草丛生的平原 安赫尔神父的继任者 是一位老神父 没有人愿意费心打听他的名姓 他为关节炎 及一律引发的失眠所苦 懒懒地躺在吊床上 等待上帝的慈悲 任凭蜥蜴和老鼠 在隔壁的教堂里争夺领地 在那个连飞鸟也厌弃 长久的阳尘与酷热 令人呼吸艰难的马孔多 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的乌尔苏拉 被爱情 被孤独 被爱情的孤独 幽禁在因红蚂蚁疯狂啃式的哄响 而难以入睡的家里 他们是唯一幸福的生灵 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 加斯通已经回到布鲁塞尔 他厌倦了苦苦望天的等待 有一天 把来往信件和生活必需品 塞进一只小箱子 抱着乘飞机归来的希望离去 他一心想要赶在一群德国机师前面 因为他们已经向省府当局提交了 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 从第一次欢爱的那天下午起 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的乌尔苏拉 阿玛兰一直在利用她丈夫难得的疏忽 冒着风险优惠 紧张地避免发出响动 却几乎总被她丈夫无从预料地反家打断 然而一旦有机会在家中独处 他们便彻底沉浸在迟来的爱情狂潮中 那是一种癫狂失常的激情 令菲尔南达的骨骸在目中惊恐地颤抖 令双方沉溺于持久不衰的亢奋中 阿玛兰的乌尔苏拉的尖叫 高潮时的歌唱响彻家中 或在下午两点的餐桌上 或在凌晨两点的骨仓里 最让我难过的是 她笑着说道 我们竟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在意乱神迷间 她看见蚂蚁横扫花园 受远古的饥饿驱使 肯使家中的一切木制品获得满足 看见有生命的岩浆洪流再次席卷长廊 却只是在卧室里发现敌宗时 才去费心抵挡 奥雷里亚诺丢下羊皮卷 不再出门一步 对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来信也胡乱答复 他们丧失了现实的意识 时间的观念和日常生活的节奏 他们重新又紧闭门窗 为的是省下宽衣解带的功夫 就像当初美人雷梅呆斯期待的那样 在家中赤身来去 在院中泥地里一丝不挂地嬉闹 一天下午 他们在水池中欢爱时 还险些双双淹死 短短时间内 他们造成了比蚂蚁灾害更大的破坏 客厅里的家具四分五裂 曾经乘在奥利利亚诺 波恩迪亚上校军旅生涯中 哀伤情爱的吊床 被疯狂地撕裂 床垫的心子被剖出 洒满地面 扬起满屋飞絮 几乎令人窒息 奥利利亚诺 这位狂野的情人 比起对方并不逊色 但却是阿玛兰的乌尔索拉 凭借自己荒唐的才华 和饥渴的柔情 统治着这座灾难的乐园 仿佛在爱情中 秉承和凝聚了高祖母 制作糖果小动物时的 无穷经历 当他为自己的新花样 欢快歌唱或纵情大笑的时候 奥利利亚诺 却变得越发沉默入神 因为他的激情 是在内敛中暗自燃烧的 他们的情爱记忆登峰造极 在高潮后的疲惫中 也能另辟佳境 他们全心膜拜对方的肉体 发现情爱的低潮里 存在着还没有开发的领域 那比欲望的空间更丰饶优美 奥利利亚诺站着蛋清 揉搓阿玛兰达乌尔索拉挺立的乳风 或用椰子汁润滑他充满弹性的大腿 和仙桃般甜蜜的小腹 而阿玛兰达乌尔索拉 则把奥利利亚诺超群的洋物 当作玩具摆弄来摆弄去 用口红给他画上小丑眼圈 用眉笔给他描出土耳其人的胡子 为他戴上透明的硬纱 细领带和锡纸小帽 一天晚上 他们互相用桃子糖浆 从头到脚涂满全身 像狗一般彼此舔事 像疯子一样在长廊地板上欢爱 直到被蚂蚁的洪流唤醒 险些被活活吞噬 阿玛兰达乌尔索拉 在迷狂的间歇回复加斯通的来信 他感觉加斯通是那样遥远 又那样忙碌 似乎不可能再回来 在最早的一封来信中 加斯通提到 合伙人的确已经把飞机发出 但布鲁塞尔的海运公司 错运到了坦格尼卡 交给当地散居的马空多人的村庄 这一失误导致很多耽误 仅将飞机讨回 就可能拖上两年时间 于是阿玛兰达乌尔索拉 不再担心丈夫会不合时宜地回来 至于奥雷里亚诺 她与外界的联系 只剩下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来信 以及那位沉静的药房少女 梅尔赛德斯转达的 加弗利尔的消息 开始的时候 这些联系还很真实 加弗利尔退掉了返程票 留在巴黎 把多芬尼大街上 一家阴森旅馆的女招待 扔出来的过期报纸 和空酒瓶拿去换钱来度日 奥雷里亚诺能够想象 加弗利尔整天穿着 高岭红绒衫的样子 她只有在春天来临 蒙帕尔纳斯的路边咖啡馆里 坐满一对对情侣的时候才脱下 白天睡觉 晚上在弥漫着 煮花椰菜气味的房间里写作 以转移饥饿感 而日后 罗卡玛杜将在同一房间离开人世 然而 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含糊 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信件 也越来越稀少 越显颓伤 奥雷里亚诺慢慢习惯了这种疏远 一如阿玛兰达乌尔苏拉 对丈夫的感觉 两人飘荡在一方空描的天地 在那里日复一日 永恒不变的现实 只有爱情 突然间 这个幸福的梦幻世界中 响起一声晴天霹雳 传来了加斯通返家的消息 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达乌尔苏拉 睁开眼睛 审视各自的灵魂 手抚胸口相对而逝 心下明白 两人已连成一体 宁可死也不愿分开 于是 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 信中饱含真情 又自相矛盾 重申了对她的爱意 和想见到她的渴望 同时也坦诚 由于命运的捉弄 自己无法与奥雷里亚诺分离 出乎两人的预料 加斯通的回复十分平和 甚至显出父辈的温情 那满满两张信纸 都在提醒他们 提防激情的起伏无常 最后一段 更明明白白地祝福他们 就像她在短暂的 婚姻生活中经历的那样 这态度太过出人意料 令阿玛兰达乌尔苏拉 有些萌羞的感觉 仿佛主动给了 丈夫期盼的借口 抛弃自己 六个月后 她的愤怒更加强烈 因为加斯通 从利奥波德维尔写信来说 她终于在那里等到了飞机 请求将自行车系过去 称 那是她在马恐多 唯一割舍不下的东西 奥利利亚诺 耐心地承受 阿玛兰达乌尔苏拉的怨气 努力向她证明 无论顺境逆境 自己都能成为一位好丈夫 加斯通留下的钱财用尽了 迫在眉睫的窘困 在两人之间 促生出一种新的紧密关联 虽然不像激情那样 令人迷醉 但仍能使他们 与情欲泛滥的日子里 一般的相爱 同样的幸福 特尔内拉去世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期待 新生命的降生 阿玛兰达乌尔苏拉 在怀孕的时候 试图经营 鱼籍鼓项链的生意 但是除了 梅尔赛德斯买了一档 再没有别人光顾 奥利利亚诺 第一次发掘 自己的语言天赋 百科全书般的博学 以及不需实地了解 便能对远方事物 了如指掌的罕见能力 都像自己女人的 那辖珠宝一样 毫无用处 尽管那时马恐多 所有剩余居民的 全部加资 加在一起 才抵得上那些珠宝的价值 他们奇迹般地勉强度日 阿玛兰达乌尔苏拉 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 继续制造情趣花样 但他也养成了午饭后 坐在长廊里的习惯 似睡非睡 若有所思 奥利利亚诺则在一旁陪伴 有时两人会一直默默坐到傍晚 面对着面 彼此凝视 在静谧中相爱 并不比当初在癫狂中相爱碱色 未来的不确定 使他们的心绪回到了过去 他们看见自己 置身暴雨时期失落的乐园 在院中的泥坑里玩水 捕杀蜥蜴 挂到乌尔索拉身上 拿他玩活蛮游戏 这些回忆 令他们恍然察觉 两人自从济世以来 共度的时光总是十分幸福 追忆往事时 阿玛兰的乌尔索拉 记起一天下午 她走进金银器作坊 母亲告诉她 那个小奥利利亚诺 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因为她是躺在一个篮子里 顺水飘来的 这一说法 似乎让人难以置信 但却没有任何真实的信息 可以取代 在研究过所有可能性之后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菲尔南达不是奥利利亚诺的母亲 阿玛兰的乌尔索拉 倾向于认为 她是佩特拉科特斯的儿子 尽管她只是记得 那女人的一些丑闻 这一推测 使两人内心因恐惧而纠结 想到妻子竟是自己的姐妹 奥利利亚诺心计不已 便去了一趟神父的住所 期望在那些潮湿 又遭重铸的档案中 找到有关自己身世的蛛丝马迹 最久远的受洗记录 可以追溯到 阿玛兰的波恩迪亚那里 她是在年轻时 有雷伊娜神父施洗的 那也正是神父 凭借巧克力戏法 四处证明上帝存在的时期 奥利利亚诺甚至幻想 自己可能是十七个奥利利亚诺之一 在四册洗礼部中 便查他们的出生记录 但受洗时间与他的年龄相比 都太过久远 患关节炎的神父 躺在吊床上一直观察 见他迷失在血脉的迷宫 因犹疑而颤抖 不禁同情地问起他的名字 我叫奥利利亚诺 波恩迪亚 他回答 这样的话 你不必拼命找了 神父以确信无疑的口吻说道 多年以前 有条街叫这个名字 那时 人们就形成了习惯 用街名 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奥利利亚诺 愤怒地浑身颤抖 他说 这么说 您也是不相信了 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奥利利亚诺 波恩迪亚上校 发动了三十二场内战 但全部失利 奥利利亚诺回答 不相信军队包围人群 并开枪杀掉三千工人 然后把死尸 装上两百节车厢的火车 丢进大海 神父用怜悯的目光 打量着他 哦 孩子 对我来说 只要能确定 你我在这一刻的存在 就够了 奥利利亚诺和阿玛兰的乌尔苏拉 接受了蓝中弃鹰的说法 并非因为相信 而是因为能够 借此脱离恐惧 随着产期的临近 两人渐渐变得 仿佛一个人 不分彼此 在那状吹口气 就会倒塌的房子里 孤独地融为一体 他们退到一个仅能够栖身的空间 从菲尔兰达的卧室 在那里 他们得以享受 情爱的静谧之美 到长廊的起点 在那里 阿玛兰达乌尔索拉坐下来 被即将降生的孩子 缝制小靴子和小帽子 奥利利亚诺 则在一旁回复 加泰罗尼亚智者 偶尔的来信 家中其他地方已在毁灭的重围中沦陷 金银器作坊 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 桑塔索菲亚德拉比达当年料理之下的 原始而沉寂的王国 都已呈现在一片家居密林的深处 没人胆敢涉险探入 在大自然吞噬之力重围之中 奥利利亚诺和阿玛兰达乌尔索拉 仍然栽种牛质与秋海棠 保卫自己用石灰全出的领地 为永恒的人蚁之战 挖出最后的战壕 好久没有梳理长发了 清晨起来的时候 脸上生出淤斑 腿上出现浮肿 当初饱含爱意 如幼鼠般的动体 也脱了形 阿玛兰达乌尔索拉 以不复当年 带着一龙不幸的金丝雀 和俯首帖尔的丈夫 回家时的青春模样 但他依旧未改欢快的心境 见鬼 他常笑着说 谁能想到 我们最后真正变成野人了 他怀孕六个月时 一封明显不是 加泰罗尼亚智者写来的信 斩断了他们与外界的 最后一线联系 信从巴塞罗那寄出 但信封上 是用常规的蓝色墨水 写就的公文字体 带着不详 邮件特有的无辜 而漠然的气息 阿玛兰达乌尔索拉正要拆开 奥雷里亚诺一把 从他手中抢了过来 这一封不要看了 我不想知道里面说些什么 就像他预感的那样 加泰罗尼亚智者 再也没有来过信 那封陌生人的信件 无人拆越 丢在菲尔南达 曾经遗忘结婚戒指的 臂架上 任凭蛀虫吞噬 被信中恶号燃烧出的 火焰焚烧渐渐成灰 与此同时 那对孤独的情侣 顶着末日的时光之潮 逆流而上 这顽固的不祥时光 枉费力气 没能将他们 引向幻灭与遗忘的荒诺 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的 乌尔苏拉察觉到了危险 最后几个月 手挽着手 让那源自疯狂 私情的小生命 在忠贞爱情中 孕育而成 夜里 两人相拥在床上 蚂蚁在月光下激增的响动 蛀虫搞破坏的轰鸣 杂草在临近房间里 持续而清晰的生长之声 都无法令他们产生巨异 许多次两人被鬼魂的忙碌声吵醒 他们听到乌尔苏拉 为了使血脉流传 与造化法则抗争 何在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 在探索伟大发明的神奇原理 菲尔南达忙于祈祷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 在战争的幻象 和打至小金鱼的辛劳中 日渐暮然 奥雷里亚诺第二 在狂乱的欢宴中 深感孤独苦苦挣扎 便明白 生前的执念能够战胜死亡 于是重又欢欣鼓舞 确信他们变成鬼魂后 还会继续相爱 确信即使有朝一日 蚂蚁从人类手中夺取的 这座破败乐园 又被其他物种夺走 那时他们仍会一直相爱下去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六点 阿玛兰达乌苏拉迎来了产前的阵痛 那位一脸微笑 为卖身糊口的女孩们接生了产婆 让她躺上饭厅的餐桌 跨坐在她的腹部 粗暴地摆弄 直到她的尖叫 被一个巨大男婴的洪亮哭声压过 透过朦胧泪眼 阿玛兰达乌苏拉 看到又一个真正的布恩迪亚 如同所有的和赛阿尔卡蒂奥一般 粗壮韧性 如同所有的奥利利亚诺一般 大睁着洞察一切的双眼 注定要从头更新家族的血脉 抵触其中顽固的恶习和孤独的天性 因为它是一个世纪以来 第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 完全是个野人样 她说 叫她罗德里哥吧 不 她丈夫表示反对 要叫她奥利利亚诺 她会打赢三十二场战争 剪断其带后 由奥利利亚诺举着灯 铲婆用布擦去孩子身上淡蓝色的粘浆 直到把她翻过身来 他们才发现 她比其他人多了些什么 于是弯下腰去仔细查看 那是条猪尾巴 他们并没有慌乱 奥利利亚诺和阿姆兰的乌尔苏拉 未曾听闻家族中的先例 也没能想起乌尔苏拉可怕的警告 铲婆最后还安慰他们 估计等孩子换牙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条多余的尾巴顺便切掉 后来他们便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因为阿姆兰的乌尔苏拉下身血如膏涌 无法止住 他们试图用猪网和厚厚的尘土敷上止血 却像用手捂住喷泉一样徒劳 最初的几个小时 她努力保持乐观 她握着惊恐的奥利利亚诺的手 请她不要担心 说像她这样的人 只有想死的时候才会死去 同时还为铲婆各种耸人听闻的 止血方法大笑不已 然而随着希望一点一滴 弃奥利利亚诺而去 眼前的她渐渐模糊 仿佛在光线中慢慢消失 最终陷入昏睡 星期一清晨 他们请来一个女人在床前念诵 对人类和动物一样灵验的止血咒 但爱情之外的任何方法 面对阿姆兰的乌尔苏拉激情澎湃的血液 都无能为力 经过绝望的24小时 当天下午 那全员无助的耗尽 他们知道她已经死亡 她的侧影更加线条分明 脸上淤肿散尽 显出雪花石膏般的光韵 并且虫又露出了笑容 奥利利亚诺这时才明白 自己多么爱她的朋友 多么需要他们 多么想在此时此刻有他们的陪伴 她把孩子放进她母亲预备好的篮子 用毯子盖住死者的脸庞 然后跑到市镇上漫无方向的游荡 寻找回到往昔的途径 她来到最近一阵 未曾拜访的药房前叫门 发现那里变成了一家木匠作坊 提灯为她开门的老妇人 对她的胡言乱语表示同情 但同时一口咬定 这里从来没有过什么药房 她也从不认识一个 脖颈纤细眼神迷离 名叫梅尔塞德斯的姑娘 奥利利亚诺来到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书店就职 一头抵在门上放声痛哭 心中明白这迟来的眼泪是在为那桩死丧而流 当时没有哭泣是不愿意破坏相爱的美好 她垂打着金铜乐园的灰泥墙直到双手剧烈 呼唤着毕拉尔特尔内拉 她站在广场中央大张双臂 仿佛要唤醒整个世界一样 声嘶力竭的吼道 什么朋友都是婊子养的 尼克罗曼达把她从一滩泪水与呕吐物当中救了出来 她把奥利利亚诺带回自己的房间 为她清洗干净 让她喝下热汤 她又用碳条涂掉了 奥利利亚诺如今一直欠着的无数爱情债务 认为这能让她开心些 还主动追忆起自己最孤单时的悲伤 以免她独自哀痛 天亮的时候 奥利利亚诺从短暂的沉睡中醒来 重又感到头痛欲裂 她睁开眼睛 想起了孩子 孩子不在篮子里 最初一瞬喜悦的火花在她心头闪过 她以为阿玛兰的乌尔苏拉死而复活 来照料孩子了 但尸体分明仍在 毯子下隆起就像一堆石头 奥利利亚诺想起进家时 卧室门正敞开着 便穿过弥漫着清晨牛制方向的长廊 探身向饭厅里望去 那里仍是分娩时的一片狼藉 大锅 染血的床单 灰盆 留在桌上摊开的尿布里 萎缩的旗带 剪刀和鱼线丢在一旁 产婆夜间过来抱走了孩子 这想法使她终于能够喘口气思考片刻 她倒在摇椅上 在家族早年的日子里 利贝卡曾坐在上面传授刺绣技法 阿玛兰达曾坐在上面与马尔克斯上校下跳棋 阿玛兰达乌尔苏拉曾坐在上面缝制婴儿的衣服 奥里里亚诺平生从未像此刻一般清醒 她忘却了家中的死者 忘却了死者的痛苦 用菲尔南达留下的十字幕条再次钉死门窗 远离世间一切干扰 因为她知道 梅尔吉亚德斯的羊皮卷上 记载着自己的命运 她发现史前的植物 湿气蒸腾的水洼 发光的昆虫 已将房间内一切人类踪迹消除静静 但羊皮卷仍然安然无恙 她顾不得拿到光亮处 就站在原地 仿佛那是用卡斯蒂利亚语写旧 仿佛她正站在正午明亮的光线下阅读 开始毫不费力地大声破译 那是她家族的历史 连最琐碎的细节也无一遗漏 百年前由梅尔吉亚德斯预先写出 她以自己的母语繁文书写 偶数行套用 奥古斯都大地的私人密码 基数行则取斯巴达的军用密码 而最后一道房线 奥利利亚诺 在迷上阿玛兰达乌尔索拉时 就已经隐隐猜到 那便是梅尔吉亚德斯 并未按照世人的惯常时间来叙述 而是将一个世纪的日常琐碎 集中在一起 令所有事件在同一瞬间发生 奥利利亚诺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 逐字逐句高声朗读 教皇御令般的诗行 当年 阿尔克迪奥曾从梅尔吉亚德斯口中听闻 却不知道那是关于自己死亡的预告 他读到羊皮卷中预言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诞生 她的灵魂与肉身正一起向天飞升 她读到那对一副孪生子的来历 他们放弃破译羊皮卷 不仅因为缺乏才能和毅力 更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读到这里 奥利利亚诺急于知道自己的身世 跳过几页 此时威风出奇 她对此毫无察觉 因为她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初步线索 她读到一位好色的祖父 一时迷了心窍 穿越幻象丛生的荒野 寻找一个不会令她幸福的美女 奥利利亚诺认出了她 沿着亲缘的隐秘小径追寻下去 找到了自己被赋予生命的一刻 那是在一间昏暗的浴室里 蝎子和黄蝴蝶的环绕间 一个工匠在一个因反叛家庭 而尾身于她的少女身上 满足了欲望 她读得如此入神 仍未发觉风势又起 飓风刮落了门窗 掀掉了东面长廊的屋顶 拔出了房屋的地基 到这时她才发现 阿玛兰的乌尔苏拉不是她的姐妹 而是她的姨妈 而当年弗朗西斯·德雷克 袭基里奥阿查不过是为了促成他们俩 在反复错综的血脉迷宫中彼此寻找 直到孕育出那个注定要终结整个家族神话般的生物 当马孔多在圣经所在那种龙卷风的怒嚎中 化作可怕的瓦力与尘埃漩涡时 奥雷里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又跳过十一页 开始破译她正度过的这一刻 译出的内容恰是她当下的经历 预言她正在破解羊皮卷的最后一页 就像她正在会说话的镜子中照影 她再次跳读去寻锁自己死亡的日期和情形 但没等看到最后一行便已明白 自己不会再走出这个房间 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或圣景之城 将在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全部溢出羊皮卷之时 被巨峰抹去 从世人的记忆中根除 羊皮卷上所在的一切 自永远到永远不会再重复 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 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我会把大家做的手建立快わов地 现在我们背后完栄 lip 懂得衷 溢出蛋 就像精确 Set ный 千元 这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